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对我说 你要写下来 被邀请参加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 天使又说 这都是上帝真实的话 我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 但是他对我说 千万不可这样 我和你以及其他的信徒 所有守住耶稣所启示的真理的 都同样是仆人 你应该敬拜上帝 因为耶稣所启示的真理 也就是那感动先知们的真理 天使要作者约翰写下他所看到的异象 在这记录中 他特别强调 能够受到邀请参加羔羊婚宴的人 是有福的人 因为那是上帝国的喜宴 是上帝特别邀请的 上帝就是婚宴的主人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耶稣基督说这样的婚宴不仅是指针对以色列民族 也是开放给所有上帝的子民 接着约翰告诉我们 所有敬拜的对象并不是天使 因为天使不是上帝 不是万物和生命的创造者 基督教信仰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 只有敬拜创造宇宙万物和生命的上帝 其余的都不是人要敬拜的对象 包括天使在内 虽然在作者那时代流行着敬拜天使的风气 但天使告诉他应该要敬拜上帝 因为所有的人不论是谁 凡是所有守住耶稣所启示的真理的人 都同样是仆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也是说明了基督教信仰最基本的内涵 我们所相信的是独一的上帝 其实圣经很清楚给我们一个观念 只要是人就不会是神 就算人再怎么修炼 再怎么进化也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神 因为只要是人就是受造的人 受造的人就不是我们要敬拜的对象 我们可以将这些在信仰上有美好见证的人 当作我们学习他们信仰脚步的对象 将他们在福音事工上的见证 当作我们学习的功课 但绝对不是要将他们当作我们信仰的偶像来敬拜 因为若是将这些信仰上有美好见证者当作偶像看待的时候 那就是大大的错误 其实现代的人更应该要警醒的不是拜天使 或是拜那些人手所造的偶像 乃是存在我们心中那个无形的偶像 什么叫做在我们心中无形的偶像 简单来说若是你看中赚钱 胜过看中上帝 赚钱就是你的偶像 你看中事业胜过看中上帝 事业就是你的偶像 你看中民生胜过看中上帝 民生就是你的偶像 这部分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今天我们基督徒所要防范的不是有形的偶像 乃是那存在我们心中无形的偶像 约翰再一次提醒我们 应该要敬拜上帝 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们同心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谢谢你再次透过约翰提醒我们 我们当敬拜的 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 主谢谢你再次的提醒我们 不要将我们生活中的人事物 当成了偶像来敬拜 让我们更清楚知道 我们该敬拜的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主你才是我们独一的真神 是我们要用全人全心来敬拜的神 谢谢主 我们将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